嘿,大家好,上次那一集就說到 萬之後那個呢,我們叫做億 億之後那個就叫兆,兆之後那個就叫驚 那麼今集呢,我們繼續說 那麼呢,大家都看到 這一集叫做大數字 因為那些數字真的很貴大,後面還有選項 這個叫optional 也就是告訴大家,今集說的話 其實真的就真的沒什麼用了 因為連我們說到驚這個數字 那麼,都純粹用來給超級電腦玩遊戲 那麼後面那些數字 就真的沒什麼用 不過純粹滿足一下某些人的好奇心 那麼,或者給我自己做一個紀錄 那麼,上面給大家看的 那麼,大家可能都很想會看到一個表 那麼後面那些數字怎麼讀呢? 那麼,這個表就是這樣,我們馬上去馬 對了,就是這裡了 那麼,這個表怎麼看呢? 很簡單,我之前說過 萬呢 對了 那麼,就是十的四次方 那麼,如果不知道次方是什麼的話呢 那麼,可以留意這裡 這裡是十的四次方 也就是很簡單,你理解做 那麼,我們寫一個一 然後,後面這個四字呢 就代表後面有四個零 對了 那麼,這個就是萬的意思了 那麼,億就是萬萬 那麼,就是後面一個一 然後,後面有八個零的意思 那麼,英文就在這裡 那麼,大家可以看了 那麼,那... 那麼,那... 又會給新的不同的名稱給他 那麼,這個表就是... 在這裡了 那麼,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去到十的六十四次方呢 那麼... 那麼,中文就很奇怪 叫做不可思議 那麼,這些後來... 這一堆大部分的字 都從佛教那邊拿回來的 那麼,甚至有一些字呢 對了,後來都成為了中文的成語 那麼... 而值得說的地方就是... 中文的數數方法 去到十的六十八次方 也就是一後面的六十八個零之後呢 就停了啦 沒有啦 因為根本實在都想不到有什麼用 那麼,而英文呢 就一直去的 那麼... 如果大家... 會拉丁文的話呢 或者可能在很多地方 很多科目都接觸過 那麼... 拉丁文呢 這些敗 就是... 2的意思 就是... 3的意思 那麼... 拉丁文... 這些全部都是拉丁文的字頭來的 那麼... 那條規矩怎麼用呢? 就首先... 對了 嗯... 例如... 一百萬不是啦 十億 對啦 十億 那就後面有九個零的 九個零 也就是等於十的九次方啦 那麼... 拉丁文呢 我們會拿一個基數... 加一... 加一... 的3 怎麼說呢? 嗯... 例如... 十的九次方 也就是等於十... 三... 二... 加一... 對了 如果... 對比這條息來講 這裡... N等於2 那... 2呢... 拉丁文就是敗啦 對了 那... 所以... 這個十億... 的英文呢 就叫做... 十億... 比... 利... 人... 對了 那... 如果... 再去呢... 一兆呢 就是十的十二次方 也就是十... 這個N呢... 就是三加一啦 那... 那... 3呢... 拉丁文就是... 那... 對了... 後面加一個字尾就是... Tillion 那... 那... 對了... 那... 相對之下呢... Sorry... 亂了 那... 等等... 相對之下呢... 對了... 這一堆... 借 這一堆... 看到這些字頭呢... 全部都是拉丁文來的 對了... 那... 如果認識月份的話 甚至這些... September、October很相似 那... 那...關於月份啊... 時間這些... 我們會遲些再繼續說 那... 那... 繼續去咯 這... 去到十的... 七十二次方 那... 那... 繼續去啦 七十五 那...每次多三個位 那... 重複一次這些... 就是全部都是拉丁文的字頭 這個就是... 二十... 二十五 對啦... 那十幾二十五 再乘三... 十幾二十... 十幾二十... 就是二十六啦... 再乘三十八啦... 那...一路去... 一路去... 這一個一百呢... 對了... 我們會留一會兒揭曉 究竟是什麼來的... 那... 一路去啦... 那... 一路去啦... 一路去... 三八零三... 那... 那... 是啊... 幾秒給大家有需要啦... 可能 pause一 pause來看... 那... 但其實真的沒什麼用... 嗯... 一會兒再說吧... 為什麼... 那... 十的三八零三次方... 有些人都覺得還未夠啦... 那... 再繼續推演... 在這裡就開始簡化啦... 那... 不逐級逐級講啦... 不過我深信... 可以大家... 推廣開... 可以自己generalize... 那... 那... 最盡... 暫時就找到... 十的三千... 零三... 零三... 個齒方... 那... 這個數字大到... 就是... 十後面有三千個零... 那... 已經沒什麼用了... 我也想不到有什麼用... 那... 那... 之後還有什麼奇怪的數字呢... 呃... 還有這個... 是啊... 那... 那... 有些人無聊... 我覺得... 以我的角度來說... 他是真的無聊的... 那... 研究到一個十幾一百次方... 那... 就是... 這個東西叫做... 大家是不是覺得... 很貴錢某一間... 很貴出名的公司呢... 是啊... 那... 其實這間公司呢... Google的名字呢... 都... 在這裡取經拿過來的... 那... 就叫這個... 這個... 這個... 我不知道怎麼讀... 應該叫Google的... 那... 是啊... 那... 之後再推廣開它... 那... 十的Google次方... 這個字... 我中文都不知道怎麼讀啦... 因為... 因為中文剛剛講到... 都是十的六十八次方... 加上千的話... 那就應該去到七十一次方左右啦... 那... 那... 這個是十的一百次方... 中文已經找不到一個對應的字來讀的了... 那... 那... 順帶一提... 欸... 那... 有些物理學家推測... 這個宇宙的大細在... 就是... 全世界找到最大的東西... 就是宇宙啦 哈哈哈... 宇宙... 有多少粒子? 粒子就是最細的嘛... 那把宇宙的大細在裡面... 有多少粒粒子 是... Atom... 還是Molecule我已經忘記了 那約是10的70多到87次方左右 那10的87次方已經很大了 已經是把全世界最大的東西除以全世界最小 最小可以分到的東西,又有用的東西 那就是這麼多,這個數就 比10的87次方還要大 那我都已經想不到可以有什麼用 那純粹有個名字,可能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些已經是... 可能對於超級電腦玩遊戲啊 鬥快計數啊,這個好像叫Google Plus 那純粹都是一個名字,那真的沒什麼用 那,對了,就是 那麼多了,那... 這一集就是講一些超級大數字 那,如果有人 有空想挑戰一下自己的話 那,可以嘗試用中文 各自用中文,還有用英文 讀出這個數字是什麼 那這一吋呢 那這一吋呢,這一吋數字 由於... 由於沒有位置我才這樣寫 那其實是連著的 這個2是連這個3的 那... 一樣啦,這個0是連這個9 那,3連這個5 那... 對啦,7就連這個4的 那... 那... 說回來,這個是個位來的 這個是... 那...這個是... 如果只是讀這一堆的話 那就是193 那...千位萬位一路去 那...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用...各自用英文 和用中文讀這個數字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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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給回... 可以給剛剛那個表給大家看的 對啦 那... 各自給多幾秒給大家看一看 有需要 可能要開兩個youtube window 去看這個表 和上面的這一堆數字 那... 有時間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讀一下這個數字 是什麼 那...實質上又真是... 已經超脫了人的範圍 人的認知範圍 就是我所說的 呃... 我所說的意思呢就是 呃... 就是... 例如大家學... 呃... 有讀化學的朋友呢 那就知道1mode 那... 約是6.023乘以10的23次方 那就... 那... 其實... 那... 那些... 那些人對於... 就是超過1.000來講 其實... 我跟你們說 10的... 咦... 例如... 50... 次方 那... 還有10的51次方 那... 其實... 對大家就對這個位都已經沒有感覺了 那... 那... 我有十塊,還有一百塊,還有一千塊 大家會覺得,嘩,這些是... 很難看的,找錯數 這些是很難看的,但是這些數字 由於日常生活中,可能真的沒有實質的Physical Meaning 那已經沒什麼用了 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玩玩的 對了,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下次再找個其他有趣的 topic 跟大家講